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就中国旅游团在老挝发生严重交通事故 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国防治安委员会主席本阳固执口信 本阳表示 惊悉中国游客在老挝遭遇严重交通事故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仅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 向习近平同志并通过习近平同志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诚挚慰问 老方将继续同中方密切配合 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事故善后工作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这次事故一定能得到妥善处理 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定能顺利推进 习近平表示 事故发生后 老方迅速动员 党政军警民各方面力量积极救援 体现了对中老关系的高度重视 以及对事故处置工作的负责的态度 我已指示中国有关部门和正在老挝参加和平列车 2019联合演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队参与救援 希望双方各方面继续密切配合 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 习近平强调 为人民服务是中老两党的共同宗旨 我愿同你一道 推动两党两国关系 在新时代不断走深走实 持续开展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